她的一端是英雄广场 所以来访的各国使节 请大家看左侧 国家歌剧院 国家歌剧院 1884到1885年建成 非常的漂亮 这是这个西西公主的丈夫约瑟夫国王 出资来兴建的 里面非常非常的华美 各国来访的首脑都要到英雄广场 向无名烈士纪念碑来献花圈 要走的必经的路就是安德拉斯大街 所以他们这里是两党执政 如果有什么政治抗议活动的话 游行的人队伍也必将从这条大街上走过 而且他们有趣的是 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则 就是如果游行的话 要经过政府的许可 批准和许可